大家好我是卡爾 來這次來介紹少女迴戰的 曾田幸村啊 曾田幸村超強的啊 這一定要抽出來的啦 那他在日本的評價 是SS級的 是第一最強的角色 那他是敏捷型角色 又是攻擊加坦克 那勢力屬於時空陣營 圖鑑屬性攻擊2% 加迴避值600 故事跟流猴是S級的表現 那在時空浪5問鼎中圓 外神系的洞山御境 都有SS級的表現 那這個 曾田幸村啊 這個很強啊 這個他最主要就是 他一技能啊 就是會有一個就是那個 第一勇者的狀態就是 不會死掉啊 然後之後那個 第一技能打死敵人又可以激活第二技能 那 那第二技能是 那個可以回血 然後又可以攻擊力又超強的 那個 攻擊力很傷 很痛啊 這個因為他的灰心力會提升100% 所以有一個超強的爆擊傷害 那 然後他這個又可以復活兩次啊 那個 所以復活兩次之後 又可以激活自己一個 第一勇者 不會死啦 就是 就是 攻擊被人家被人家打 就會只有一滴血而已啊 那超強的啊 所以說這隻 真的很 需要 這一定要湊出來啊 這不湊出來 你怎麼被人家虐 那這隻角色 那個的 那個 技能啊 我講詳細一點啊 那個 普通攻擊是那個破陣 對時機靈敏敵人造成100%物理傷害 那這個 刺炎天響主動技能 就是自身進入第一勇者狀態的時候 持續一回合 那對敵人發動五次攻擊 那按照敵方的站位從上到下進行 那如果敵方不足五人 則會由上往下循環發動攻擊 那每次造成500%的物理傷害 那每次攻擊前啊 清除目標隨機一個強化效果 如果目標沒有中傷啊 則後續傷害會翻倍 那翻倍之後 那個 可以疊加 最高造成8000%物理傷害 這超痛的啊 那對防禦率最高的敵人啊 一名敵人啊 會追加 造成技能總傷害的40%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有抗性 我們這要求喔 這很痛啊這個 那如果 重傷任何一個目標 則追加發動一次 主動技能二啊 那個就僅觸發一次 就主動技能二 你第一技打完之後 打死一隻 有打死一隻就可以打 用主動技能二 那這第一勇者就是攻擊提升80% 那不良狀態控制性提升80% 那持續 持續期間啊 生命值不會降低到一點 那不可清除不可複製 偷取 持續時間可以被其他技能影響 持續時間可以被其他技能影響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命輪9 你 這個被動技能似死如歸 如果被重傷死自身 清除自身的不良狀態跟弱因 若 並回復那50%的生命值 那隨後返回戰場 發動一次 刺驗天翔 有沒有看到 效果絕對觸發兩次 所以說 你只要他死掉之後 就馬上發動這個刺驗天翔 所以他就 不會不會被打到一滴血一下 就是說 超強的啊 這隻 那那個 他主動技能一 從上至下打完之後 那到指紋技能二的時候 會 變成那個由下至上打 那就是對敵人發動四次攻擊 按照敵方站位由下到上 依次進行 如果敵方不足四個人 則會由下往上循環發動攻擊 那每次造成 2000%的物理傷害 那並附加80%的攻擊力 這真實傷害 喔更痛耶 那無視防禦與抗性 可以會心一擊 如果攻擊觸發會心一擊 這後續攻擊必定會心一擊 那並且會心一擊的傷害 提升100% 哇 謠許這很痛耶 可疊加會心一擊 傷害最高提升到300% 那吸收總傷害的100% 回復自身生命值 謠許打完之後 又可以回復100%的血 這太誇張了 那那個 命輪1會開啟的被動技能 倉角極大 那生命值上限加60% 防禦穿透加1400 超好的啊 那那個命輪3會開啟的被動技能 五田流 自身會心一擊幾率提升30% 喔這個已經提升30%了 所以說剛剛那個有會心一擊的話 那個主動技能會更痛喔 所以這隻已經提升30%了喔 那如果又自身生命值就低於50% 這會心機率額外提升30% 哇就將近60%了耶 很誇張啊 那出發會心一擊時 無視敵方的物理傷害 降低屬性的效果 超好的這隻這個技能 那命輪5 跟命輪1 做個搭配啊 那個這個 他是 命輪1是防禦穿透加1400 這個 命輪5是防禦穿透加1400 那個兩個搭配起來 這樣子 打敵人會更痛 撐到3 好像聽人家講 撐到3000多以上的話 會打更痛啊 就是被動技能 蒼犬其大 攻擊加60% 阿康幸穿透加1400 超好的啊 那命輪9為 開啟被動技能 事實無歸 剛剛講過這個 就是剛剛這個 赤焰天翔 主動技能1啊 他死掉一次 就可以那個 發動 那個自身勇者 第一勇者 就可以不會死掉 然後攻擊力又變很強 那這個 陰式技能啊 就是 增填刺背 那自身每重傷1名敵方 那獲得 兩梅洛因 那累積4梅洛因後 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這個超容易達成的 因為他攻擊力這麼強啊 對方不死才怪耶 這馬上進入陰式狀態 那一次陰式狀態下自身 所有強化效果延長1回合 自身所有強化效果延長1回合 這個超好的耶 所以說你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第一勇者 只要發動 他就1回合而已嘛 可是馬上 剛剛打死一次 打死敵人 打死2隻 馬上你就 多延長1回合 就變2回合了 那那個傷害反彈會提升60% 生命值吸收提升60% 那陰式狀態持續3回合 不可計較也不可清楚 這個超級強的 這不抽出來不行耶 這個 五課玩家跟有課玩家 一定要抽出來 這個 超強的 那那個羈絆啊 有4個 3個 然後這個 我都達成不了 這個有點難達成 所以 所以 就 羈絆沒辦法 沒辦法完成沒關係 不過 武將一定要抽出來啊 這個大家 要記得啊 不抽不行啊 好 來福利時間 看他的動畫 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讚 分享 訂閱啦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啦 按個讚